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弟兄姐妹平安 那中國人有一句話 虎父無犬子 那我們平時會看到一些人很漂亮的時候呢 或是個子很高大 我們自然會想 哦 他的父母應該也是挺漂亮的 是嗎 應該也是挺高大的 那如果我們看到一個小孩子 他很喜歡說話 說得很好 我們也會猜 哦 他在家裡面 父母應該也是常常講話的 會不會啊 那你知道不信主的人 怎麼認識我們的天父的 那他們不是聽你說的 他是看我們的生命 因為他們認為我們的品行 都是從上帝學回來的 那究竟呢 我們的身上讓人看到一位怎麼樣的上帝了 是一位充滿能力的上帝 還是一位 有什麼特別不值得敬拜的神呢 那一個更嚴肅的問題 香港的教會 有見證主的能力嗎 其實呢 疫情過後 那經濟呢 還是 有待恢復過來的時候 有許多人 困難特別多 很需要福音的 可是 現在去教會的 目的朋友 也不是很多 有很多人 還是很懷疑 那今天的講題是 失去能力的信仰 盼望神的話語給我們提醒 我們一起禱告 小天父啊 讓我們的生命能夠榮耀你 主啊 求你用你的話語 引導我們 以致 我們 能夠見證 你是一位大能的神 祷告奉主名求 Amen 我們一起讀 一段經文 馬可福音 九章十四到二十九節 好 那我請 弟兄呢 可以讀單數的 姐妹就讀雙數的 好 我先來 他們回到門徒那裡 看見一大群人 圍著他們 又有經學家 和他們辯論 弟兄 他問他們 你們和他們辯論什麼 無論在哪裡 鬼抓住他 把他摔倒 他就口吐白抹 咬牙切齒 渾身僵硬 我請你的門徒 把鬼趕出去 他們卻辦不到 他們就把孩子 帶到他跟前 那鬼一見耶穌 就立刻使孩子 抽了一陣風 倒在地上 打滾 在火水中 要毀滅他 如果你能做什麼 求你可憐我們 幫助我們 孩子的父親 立刻喊著說 我信 但我的信心不夠 求你幫助我 使孩子 使孩子重重地抽了一陣風 就出來了 孩子好像死了一樣 所以許多人都說 他死了 所以許多人都說 他死了 耶穌進了屋子 門徒思想問他說 為什麼我們不能把鬼 趕出來了 我們先看的一點 失去能力 失去信仰的能力 失去見證 那經文呢 記載耶穌看見自己的門徒 被眾人包圍著 那些人群在議論中 那為什麼 有一個父親呢 就解釋 他求耶穌的門徒 抑制他的孩子 他被鬼附了 可是呢 門徒救不到 那我們其實也可以参考一段 马太福音的平行經文 我們一起來讀 耶穌和門徒來到群眾那裡 有一個人前來 跪下對耶穌說 主啊 可憐我的兒子吧 他患了癫痫病 非常痛苦 好幾次掉進火裡和水中 我帶他去見你的門徒 他們卻不能医好他 那所以呢 在這裡了 門徒是因為不能夠實行神蹟 不能夠把鬼趕出來 就引起一些的議論 那可能我們看到這裡 也會替這幫門徒 感到很尷尬 那而且呢 他們的敵人 也來了 他們的敵人 就是一個經學家 有些翻譯就是文士 那當然他們不會翻過這個 西洛那個門徒 耶穌的機會呢 就與他們辯論 令他們呢 在眾人面前出醜 那他們在辯論什麼呢 就是原文這個字呢 可以翻譯作激烈的討論 或是爭執 那我相信呢 文士 他是在質疑門徒的能力 甚至呢 在攻擊 耶穌的威信 控告他們 是迷惑百姓的一些騙子 那其實呢 不信的人 他們會期望 教會 能夠在人的患難 困難裡面 給予人幫助 愛和盼望的 那這其實也是 教會的使命 那教會的使命 要幫助人 那為什麼很多人 不信耶穌呢 甚至 有很多的質疑 是因為 他們失望 他們看不見 信徒 看不見教會 在發揮他們的作用 沒有給予人 幫助和盼望 那失去能力的信仰呢 也使 教會失去見證 今天我們 也要反思 我們在社會群眾當中 是否也失去能力呢 是否也被質疑了 我分享一個 很正面的見證 那當烏克蘭爆發戰爭的時候呢 當時有很多的當地人 都離開了 都趕著要走了 可是呢 有一群信徒沒有離開 有一對 有一位牧者 他帶著信徒留下來 那個教會呢 每個禮拜還有 兩百個信徒在聚會 而且呢 教會繼續 替人 施行水禮 那個牧師呢 表示 他和妻子決定留下來 為人民服務 那他們就購買很多的食物呢 藥品呢 也包括一些燃料 為的是 激化 但在漲火中 教會隨時 改裝成為一個醫院 或是一個治療室 那教會的弟兄姊妹呢 也接受了一些基本的醫療的訓練 他們學習怎麼去幫人爆炸傷口啊 那盼望能夠幫助靈社 這位牧師 我們可以看一個圖 下面一個圖片 這是他們教會的情況 一些照片 這位牧師就說 如果教會在危機的時間 沒有扮演應有的角色 那麼他在和平的時間 也沒關重要 如果教會在危機的時間 沒有扮演應有的角色 那麼他在和平的時間 也無關重要 所以在患難時 與人同在同行的教會 得到社會的信任 弟兄姊妹 我們是否願意 與我們的靈社同行呢 給予幫助 盼望和愛呢 讓我們透過這一些服事 來見證神的能力 可能你們會問 我們如何得到見證主的能力呢 第二點 復興信仰的能力 祈求信心 在馬可福音 剛才我們讀的一大的段落 在第28節裡面 描述當耶穌把惡鬼趕出來 那門徒就很尷尬 還有很疑惑 私下呢 暗暗地就問耶穌 為什麼他們不能夠 把鬼趕出來 門徒不明白 為什麼自己沒有這個能力 那是不是他們第一次趕鬼了 是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掌握當中的技巧了 不是的 在馬可福音第六章 就是上文 記載一段 讓我們明白 當時的情況 我們一起來讀馬可福音第六章 六到十三節 耶穌走遍周圍鄉村教導人 他叫了十二個使徒來 拆遣他們兩個兩個的出去 也賜給他們全餅制服 屋靈 並且吩咐他們 途中不要帶食物和行囊 腰帶裡也不要帶錢 除了手帳以外 什麼都不要帶 只要穿鞋子 也不要穿兩件內衣 他又對他們說 你們無論到何處 進哪家 就住在哪裡 直到離開那地方 若有什麼地方的人不介待你們 不聽他們 你們離開那裡的時候 要扔掉你們腳上的塵土 證明他們的不是 使徒就出去傳道 叫人悔改 又趕出許多鬼 用油摸了許多病人 治好他們 所以我們看到呢 原來之前 他們有能力 趕出許多的鬼 醫治很多的人的 也是因為這樣 也是因為這樣 他們有一些名聲 所以剛才我們讀的 馬可福音裡面 那個父親呢 就慕名請門徒幫助他的孩子 把鬼趕出來 可是呢 這一次 門徒是去趕鬼的能力了 而且備受爭議 弟兄姐妹 你試過嗎 可能神曾經給你一些能力 可能是一些恩賜 可能是面對困難的平安 喜樂 或許是你關心人的一個熱心 一個真誠 或許你有溫柔忍耐的品格 能夠見證神 但是發覺 現在沒有了 又或許你曾經戰勝過一些試探 可是又軟弱起來 你好像改變一些事情 但是發覺你改變不了 為什麼信仰沒有在你身上 發揮它的能力呢 你會好像門徒一樣 感到很挫敗 或是感到很疑惑嗎 那讓我們看一下 馬可福音這段經文交答的重點 那怎麼看一段經文的重點呢 我們可以先看 它有什麼重要的重複的字眼 下一章 也可以看一下它的上下文 那這段經文呢 常常重複的字眼呢 或是概念呢 就是能和不能 還有信心 這兩個詞 我們可以看下一頁 我一次過呢 就把剛才 馬可福音第九章的 整段經文 給你們看 字很小 但是沒關係 我一次過就讓你們看 裡面重複了什麼的字眼 那能或是不能 在這段經文出現了五次 可以在下一頁嗎 有一段整段經文的 對 能或是不能呢 在這段經文出現了五次 那在第十八節說 門徒不能 第二十二節呢 是父親的 對耶穌說的話 如果你若能做什麼 第二十三節呢 你若能 然後呢 又講出一個真理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那第二十八節呢 門徒又問耶穌 為什麼他們不能 敢出軌 所以出現了很多 能不能那個字 那信這個字呢 也出現了四次 分別在十九 二十三 還有二十四節 我們看到這段經文的 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呢 就是盼望人 能夠相信 耶穌的能力 那好呢 這段經文的上下文的 那個特別是上文 又是什麼 那如果我們翻開前面呢 原來就是耶穌帶著三個門徒 彼得 雅各 約翰 去登山 變相 那耶穌呢 向這三位門徒 顯現祂的榮耀 是盼望門徒 能夠明白 神的大能 以致他們 培養他們的信心 背起十字架 走將來的路 然後呢 耶穌就跟三個門徒下山了 找其他的門徒 然後呢 就看到剛才 我們 這個片段了 其他的門徒 真備受爭議 不能夠趕出軌 情況很尷尬 那那個情景跟前面 那個燈上 變相是 很大的落差 而且也跟耶穌的期望相差挺遠的 當中看熱鬧的人和那位父親呢 其實他們不信耶穌是神 所以他們稱呼耶穌呢 只是一位老师 所以呢 明白了這一點呢 我們都會體會得到 為什麼耶穌在 主章十九節 祂會很失望地 就探施 哎 這不幸的世代 我和你們在一起 要到幾時了 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了 那群眾的不幸呢 我們還可以理解 可是呢 門徒 已經跟隨了耶穌 一段時間了 他們仍然小心 耶穌直接指出 他們失去感鬼的能力 是因為 他們對神的能力的信心 太小了 我們看馬太福音十七章的一段平行經文 對 這段經文就更多地描述了 耶穌怎樣評論門徒的信心 我們一起來讀 門徒安安地到耶穌跟前說 我們為什麼不能趕出那鬼呢 耶穌說 是因為你們的信心小 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種 就是對這山說 你從這裡落到那裡 它也必落去 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呢 至於這一類鬼 若不禱告 禁食 他就不出來 那 信心小 這個詞 下一頁 原文 其實呢 在新約裡面 出現了六次 其中有五次 在馬太福音 我們就看一下 在馬太福音裡 這些信心小 出現在什麼地方 以及我們明白 耶穌要說 要解釋什麼 什麼是信心小 我們一起來讀 馬太福音六章三十節 你們這小信的人啊 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 明天就丟在炉裡 上帝還給他 这样的裝飾 何換你們呢 所以呢 這裡的信心小 是為了生活而擔憂 馬太福音八章二十六節起 耶穌說 你們這些小信的人啊 為什麼膽怯呢 於是他起來 去擇風和海 風和海就大大平靜了 那這裡的信心小 是面對困難而膽怯 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一節 耶穌立刻伸手 拉住他 說 你這小信的人啊 為什麼疑惑了 原來在這裡 如果大家記得呢 是在彼得走在水面上 要見耶穌 突然間有一些風浪了 彼得就有疑惑了 然後沉下去了 那所以這裡的小信是指 我們有疑惑 我們對耶穌有疑惑 馬太福音十六章第八節 耶穌 我們一起來讀 耶穌知道了 就說 你們這小信的人 為什麼因為沒有病 就彼此議論呢 那原來在這裡 耶穌在教訓門徒 要防範 法利塞人的教 門徒卻不明白 以為耶穌講別的 就在討論有沒有實物 所以呢 這裡的小信是指 沒有屬靈的智慧 被世俗煩擾 那還有今天我們讀的 馬太福音平衡經文 十七章二十節 講到這裡門徒不能夠趕鬼 那個信心小這一段 所以我們看到了 原來我們有很多的地方 信心很小 信心小呢是 過去甚至現在 教會面對的問題 是我們的軟弱 小心 使教會失去見證主的能力 我們的信心 我們的信心如何了 有沒有因為 膽怯 疑惑 擔憂生活 沒有屬靈的智慧 信心越來越少 失去見證主的能力了 那究竟一份怎麼樣的信心 才能夠得到神的喜悅 耶穌向門徒說 所需要的信心 是芥菜種的信心 那我們一起又再重溫一下 馬太福音 裡面怎麼說 剛才我們看 如果可以的話呢 可不可以翻到剛才我們讀的 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到二十一節 對你們可以看 不是這一段 另外一段 我們剛才讀到的那一段 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到二十一節 講到信心 芥菜種的信心 那這裡所說的芥菜種呢 不是我們中國人常常吃的那種芥菜啊 不要誤會 那它是指呢 一種在北非中東都會生長的一種植物 那生命力呢 是很強的 很強壯的 在以色列那個地方呢 也有很多 對 它呢 長得很高的 可以高度高過一個人 但是呢 挺有趣的 它的種子 確實很小的 那雖然它不是世界上面最小的 那個體質那個種子不是最小 但是呢 古時候中東的地方呢 一個觀用語 就會用一個芥菜種來形容非常非常非常小的東西 那耶穌說 門徒所需要的是一份芥菜種的信心 咦 我們就很奇怪了 明明剛才耶穌就說 是因為呢 門徒的信心小 所以他們沒有趕鬼的能力 那為什麼這裡呢 又說他們所需要的能力呢 是要一份很小很小的信心啦 好像有矛盾喔 那學者有兩個解釋 那第一呢 那個芥菜種呢 除了有小的意思之外呢 可以看那個圖影片 除了有小的意思之外呢 也有那個容易被人看小 輕看微不足道 不被看重的意思 那所以呢 要擁有一個芥菜種的信心 指的就是我們要看自己 微不足道 能力有限 那這樣呢 我們就不會把成功成就 歸功於自己啦 不會誇自己呢 我們承認我們只是很渺小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依靠神 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聰明 學習全心全意的依靠神的一份信心 另外一個解釋呢 芥菜種的信心確實是形容小 那要得到趕鬼的能力 所需要的信心呢 不是一份什麼很誇張啊 很大的能力 是需要一份很基礎的信心 是什麼很基礎的信心呢 很簡單 就是要相信耶穌是神 相信耶穌有能力 很可惜呢 很多的信徒原來連這個很基礎的信心 也沒有的 我們不相信神有能力 做到我們做不到的事情 我曾經輔導過一對夫妻 常常吵架 很絕望 丈夫覺得要離婚 我見他們的時候呢 我就鼓勵他們 勸他們要用神的方法 屬靈的方法 來挽救他們的婚姻 兩夫妻 要互相認罪 彼此代求 常常祷告 他們要親近神 神一定會幫助他們走出一個困局的 可是呢 那個丈夫呢 一邊聽的時候呢 一邊搖頭 沒用的 沒用的 還不斷地投訴埋怨她的太太 我發覺 雖然這位弟兄呢 他回來教會很多年 可是問題來到的時候 他沒有去找神 他不相信神的教導 他一直用他的方法 他自己的解決方法 來解決困難 另外呢 很多時候 我們決定做不做一個事情呢 只看我們有沒有資源 而沒有看到神的同在和能力 所以呢 當有一些教會呢 那他們的風險少了一些呢 他們呢 就決定停辦一些差船的活動 停辦那個不到的工作 這是不對的 不錯我們要做金錢的好管家 結件是美德 但是我們不可以因為資源 不夠做一個藉口 不做神要我們做的事情 那這樣呢 我們能夠 得到的景地呢 就只會停留在能力範圍 可以做到的事情以內 是好難經歷神奇妙地帶領何大人的 那當那個父親求耶穌幫助兒子的時候呢 他說 他說 你若能做什麼 求你黏名我們幫助我們 那他的信心呢 在這裡其實有些疑惑 有些不幸的 因為他沒有真正認識和相信耶穌是神 那這份信心呢 那只是一種試驗信實的信心吧 所以馬上 耶穌馬上就回應他 指出一個真理 就是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只要呢 真正相信神的能力 那信靠人的 信靠神的人 必然可以凡事都能 父親呢 馬上就呼喊說 我信 但是我的信不夠 求主幫助 那這一句話呢 我信不夠 原文呢 其實是沒有 不是不夠 或是不足夠 沒有這個字的 我們可以看最後一個文字 其實這個字呢 本身是不信 所以和合本的修訂本 更好地把這一句翻譯成 我信 求你幫助我的不信 那這是一個很真誠的祈求 信 與不信 是可以同時存在的 弟兄姐妹 我們每個人裡面 都信耶穌 但是我們的信心 在某方面 又不夠大 那這個父親呢 那這個父親呢 就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我們可以這樣地 真誠地 向主持求 承認自己的不幸 求主幫助 我們的不幸 在哪一方面 我們沒有信任神呢 沒有把這個事情 交托給神 還是用自己的方法 來解決 不相信神能夠幫助你呢 如果你有的話呢 請你 真誠地向神承認 你的不幸 求主幫助 第三 彰顯信仰的能力 重視禱告 我出信主的時候呢 聽見有一些牧師就招導 禱告呢 是我們的呼吸 聽過嗎 意思呢 就是 它是必須的 很重要的 那是我們生命的來源 必須要做的動作 又有另一位牧師 是不是你牧師呢 我忘記了 教導過 為什麼神不聽禱告呢 是因為我們不禱告 我們根本沒有禱告 神怎麼會聽啊 那我信了主那麼多年了 那我在祷告 那我在祷告生活裡面學到什麼 不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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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死的 但是不禱告 你會 半死不生 有些人說 半生不死 我們我們的生命 正在枯萎 那耶穌的門徒呢 他們不能夠施行 神祭趕鬼 除了是因為信心少之外 是因為他們缺少禱告 所以呢 在馬可福音 九章二十九節 耶穌就說 這一類的鬼 非用禱告 是趕不出來的 那門徒之前的確擁有趕鬼的能力 那這些能力也是神所賜予的 可是呢 當門徒成功了一次 兩次 三次之外 就忘記依靠神了 當人忘記依靠神的時候呢 禱告就少 禱告少呢 發覺 沒有能力 那其實呢 耶穌他每逢碰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考驗的時候 他都必須會禱告 那比如 他受撒旦的試探之前 他被釘石架之前 耶穌都刻意地 要去禱告 那為什麼我們不禱告呢 難道我們覺得我們能力比耶穌強嗎 那我信主一段時間呢 一直與我父親的關係不是很親密的 那我不知道怎麼對他好 甚至原諒他過去對我的不好 那我很想改變與他的關係 但是我信主一段時間發覺 我跟他的關係沒有什麼改變啊 也是差不多 好像這個信仰 沒有能夠 不能夠幫助我 改善人際關係啊 但是後來我發現啊 不是我不知道 怎麼樣對我的父親好 那是我根本沒有把這個事情 交在耶穌的腳前 交脫出去 沒有為這個事情好好地禱告 我仍然用自己的方法跟我的父親相處 那有一次呢 我就跟他吵架了 雖然我覺得我沒有錯 但是呢我心裡面也是想 為了我用了那麼不好的語氣 跟他說話不禮貌 向他道歉的 可是我覺得道歉 對不起好難說出口 那我走進他的房間 那剛好他呢 就坐在那個桌子上面 他的背呢背著我 所以他是看不到我進去的 那他背著我 我就走進去 我想開口說對不起 我怎麼樣都是開不了口 然後呢 就在他後面又走出去了 然後就是這樣來回 我進去又走出來 進去又走出來 三次 為什麼一句話就那麼難說呢 那時候我只有 祷告神 求神幫助我 原來我發覺 我以前都不祷告的 很感謝神 就是因為那個祷告 我要面對神了 我要面對我自己的罪 我的不是 感謝神 祷告給我力量 祷告之後呢 我又進去那個房間 這一次我真的能夠說出口了 向父親道歉 我發覺我活 我當年呢 我活了三十幾年了 我才能夠放下 我對我父親的怨恨 我才能夠那麼自在地 對他說一聲對不起 那我父親聽到之後呢 那當然是能住呢 沒有聽過女兒會這樣子 感謝神 祷告出來的能力 讓我可以做一些 靠著我自己不能做的事情 讓我能夠見證神的能力 祷告讓我們的心思一念 被聖靈改變 有勇氣和決心 突破自己的界限 還有罪的捆綁 那當我們依靠祷告的時候呢 我們的能力 往往超出我們的想像 所以弟兄姐妹 你們的祷告生活如何 你們需要改善你們的祷告生活嗎 在總結的時候讓我們都看一看 我們身邊的弟兄姐妹 看看你前面後面的 你看看這個群體 你看看自己 我們這裡就是教會了 我們這個教會 有見證主的能力嗎 如果我們覺得乏力 有很多地方不足 特別信心不夠的時候 盼望我們可以真誠地千輩地 對耶穌說 求主幫助我的不幸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啊 感謝你的話語提醒我們 讓我們看到自己的信心 不夠 我們是信心太小 信靠也太少了 求你幫助我們 謙卑地 在禱告裡面 再一次走到你的腳前 盡力力 扶助我們的大能 我們需要有你在我們生命中 禱告奉主名求 Amen 感謝主 透過Stella 不見證明 他請壓著